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家里有婴儿出生是一件大事 因为这代表着家族的血脉有了延续 不过如果是不孕或者是发生意外 那又该怎么办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 有一名男婴在父母车祸双王后四年诞生 2013年 中国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江苏 发生车祸并在死前做了冷冻胚胎 事后他们的父母为了能够合法使用 这四个受精胚胎 进行了长期的法律斗争 因为在此之前 并没有祖父母可以继承子女胚胎的合法案例 最后他们抗争成功 被授予拥有胚胎 不过由于代理孕母在中国并不合法 祖父母们无法在国内找到 愿意支援的医疗机构 必须寻求海外专家的帮助 最后他们聘请了一位来自辽国的27岁代理孕母 去年12月成功生下一名男婴 四位祖父母表示他们相当激动 因为他们的血脉将随着孙子的出生而延续下去 并且昵称孩子为甜甜 不过这名男婴的公民身份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出生在辽国而是中国 但代理孕母拿的却是旅游签证 由于无法直接证明亲子关系 四位祖父母都必须进行DNA的测试 以证明婴儿确实是他们的孙子 而且父母都是中国的公民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